健身教练公开减肥版狂推的减脂菜单秘诀大公开 让你越吃越瘦的减肥菜单的关键就在入 懒得自己煮又想吃得健康 救赎来了 身为外食族的你 有着三餐老是在外 怎么吃都受不了的无奈吗 但谁说 外食族的选择只有高油高热量的便当菜色 接下来的减脂菜单撇步大公开 包你吃得心安又开心 先给你一个观念 就是减脂减重 减重很简单 一天少吃两餐就减少体重了 但保证腹胖极快 因为减重初期都是减去体内的水分 甚至营养不足还还减去肌肉 你以为瘦了 其实没有 那么为何现在减脂菜单这么流行 想想看 上班经常久坐 不运动 饮食内容不对 这些坏习惯 导致你吃进一堆毒素和增加脂肪 内脏脂肪会危害到健康 很多人却浑然不知 外食族真的很难吃到完全的减脂餐 所以这边为大家整理食用的减脂菜单 三餐各三种餐点随你搭配 请务必记得 饮食控制不是饿肚子 而是吃身体药的营养 器官才能利用消耗掉热量哦 一 早餐垫类 当午餐也可以哦 尽量都不要涂酱 饮品以无糖为主 不选腌制过肉类 豆浆加蔬食卷饼加荷包蛋一到二颗 黑咖啡加肉蛋吐司 不涂酱 加蔬菜沙拉 不加美乃滋 或水果一份 一人姜或其他谷类姜 加鲍鱼蛋饼 加蔬菜沙拉 不加美乃滋 或水果一份 二便利商店类 燕麦饮 加香蕉一根 加鲜蔬烤鸡三明治 无糖油烙乳 加综合水果盒 加鲜蔬烤鸡卷饼 温泉蛋一包两份 加地瓜 加蔬菜沙拉 三自助餐便当类 高丽菜 加空心菜 加炒菇类 加葱花蛋 加清蒸雪鱼 加糙米饭 小黄瓜 加青椒甜椒 加水莲 加番茄炒蛋 加蒜泥 白肉 加紫米饭 花椰菜 加玉米笋 红萝卜 加海带 木耳 加蒸蛋 加卤鸡腿 加地瓜饭 自助餐加菜原则 一 配菜类尽量加上面的 以及避免炒茄子 前边四季豆 或是酱料太多的菜色 这类菜色热量较高 且吸附大量油脂 二 另外 塑料或加工食品 能不碰则不碰 因为加工食品的添加物含量高 热量也高 例如 素肉 百叶豆腐 香肠 三 煮菜 尽量别挑选油炸类 如果别无选择 那么可以选择好去皮的炸鸡腿 否则吃下果粉炸过的外皮 摄取的油脂 热量超高 快速料理不挨饿 自己煮一周减脂餐最健康 上班中午休息时间 不一定要天天吃外食 你也可以偶尔自备便当 带到公司加热 或是放在保温袋里 不仅自己带最健康 还能省钱呢 一 轻食便当 懒得煮 不想开火 那么就来做三明治或生菜沙拉当午餐吧 鸡肉沙拉 鲍鱼生菜全麦三明治 或是用个电锅蒸蛋也不错 很快速就能解决 不过别忘了 隐形杀手酱料类不要加太多 像是美乃滋的热量超高啊 加太多 减肥计划直接破功 另外 蒸蛋配全麦三明治沙拉 还可以选择带水果 多多补充维生素 很适合不爱吃蔬菜的人 二 意大利面 谁说吃意大利面很胖 选对酱料就不胖 除了蔬菜与蛋白质的搭配 酱料可以选择轻炒或番茄红酱口味 热量比白酱 轻酱 橘酱低很多 因为这些酱料含有大量的奶油 是减肥期的大剂 此外 意大利面也别加大量的起司焗烤 这只会让总热量又提升一大层 而意大利面在配菜方面 可以水煮花椰菜 玉米笋 或是选择带蔬菜沙拉 然后配上嫩煎鸡胸肉 里鸡肉 就会是一餐幸福满分的减脂餐了 三 海鲜类 海鲜类大多是高蛋白质 低脂肪 而且煮法快速又简单 例如 虾子 隔离 贝类 鱼类 等 是减肥足的好伙伴 只要简单水煮或汆烫 就可以食用了 毕竟海鲜料理会有盐味 如果觉得没什么味道 可以加点胡椒盐或海盐调味 特别是海鲜类一定要推荐鲑鱼 你会发现许多健身部落客或是网红们 主食常常选择煎鲑鱼 因为鲑鱼含有丰富的DHA 还有含有健康的油脂 Omega 3 是有助于把人体内的坏脂肪分解的好脂肪 有助于燃烧更多卡路里 还能改善心血管疾病 而且鲑鱼的料理方式超多样 不管是煎 烤 生鱼片 都很美味 另外 轻鱼与飞鱼也富含健康鱼油 Omega 3脂肪酸 适量吃 一样能帮助减重 4.先输水果类 相信大家都知道 想要减肥成功 输果类很重要 因为人体每天最不可或缺的 就是丰富蔬菜水果 不过水果类尽量选择DGI 高营养密度的下手 例如 奇异果 苹果 芭乐 等 至于蔬菜类 除了绿色蔬菜 也可以搭配菇类 因为菇类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且又是低热量 高纤维的好食材 不仅增加饱足感 也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减少脂肪吸收 5.寿司饭卷 寿司的变化性也很大 除了常见的海苔饭卷 还有手卷 握寿司 豆皮寿司 等 重点是 寿司的米饭是抗性淀粉 低热量外 吃了又有饱足感 而馅料的部分 可以选择当季 新鲜的鱼类 补充丰富的蛋白质 Omega 3脂肪酸 而海苔寿司 外层的寿司营养高 脂肪低 长期吃 可以增强免疫力 抗老 且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寿司的好处多 但也要注意这几点 小心别踩雷 像是豆皮寿司 豆皮是属于油炸物 再经过酱汁卤过 一份热量将近350大卡 另外 有些寿司会拌上美乃滋 或是加上起司 焗烤 这些高热量的配料或酱料 能少吃就少吃 配料可以改吃萝卜丝 生姜 有助于消化 帮助新陈代谢 六 水煮餐加健康油脂 当然水煮餐 是最典型简直菜单 不过 这么说 还少加一具 必须加点健康油脂 会更好 因为有营养师证实 过度吃水煮 使无法有效减肥 少了油脂 同时也缺少饱足感 会让身体想吃更多食物 而且无油脂等于 无法帮肠道润滑 容易产生便秘问题 因此 在水煮餐上 可以加入好油 例如不饱和脂肪酸 葵花油 橄榄油 是常常被广泛拿来 在减肥餐上使用的 适量摄取 能够改善肤质 降胆固醇 搭配菜色 美味又健康 7.美食日 作弊日 不要永远吃你讨厌的东西 你不是在苦行 那也不会维持很久 健康食物 比起高纳高油脂的食物 当然没那么香 如果永远禁止吃人间食物 很快就会大崩坏 所以你可以在简直菜单上 安排一天作弊日 也就是美食日 让你好好放纵一下 慰劳自己 如果美食日真的太罪恶 一定要记得 隔天要回归健康饮食 并且搭配运动 把多摄取的热量消耗掉 通常减肥常常失败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的简直菜单设计的不好 而是你坚持了多久 大部分的人都对抗不了 想吃美食的心魔 过不久 舅舅开始乱吃 饮食不正常 建议简直菜单上 一周可以安排一到两天美食日 其他五到六天则是简直日 让你满足口腹之欲 也更能维持减肥动力哦